大家好 我是阿斌 现在我们去修个空调内积漏水 这段时间很奇怪 很长时间没有修过空调脏堵的问题了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怎么维修论呢 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空调 是个日内的 你们看现在这个左下角开始滴水 就在这个位置积的不多 这个外积在这里 你们看这个排水管也是正常滴水的 滴的也挺快的 说明不是张肚 所以这个空调 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壳子拆开去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 呆布就这样子的 你们看 现在从这个边上漏水了 现在从这个中间漏水了看的话 可能说这边比较低 所以说这个水从那个壳子慢慢的从这边渗出来 这种中间漏得到比较少 一般上要么是右边 要么是左边 这个水 也不是从这个水管里面滴出来的 好像是从这个风口上面 你们看 从这边滴下来了 看到吗 所以说 现在这个要么就是蒸发器变形了 蒸发器后面脏了 好减几了 现在我们把这蒸发器也拆下来 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看看上面是什么情况 现在把蒸发器旁边的螺丝拆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大概在什么地方 好 大概在这个部位 先把空调关掉 然后把蒸发器抬出来看一下 重点 看这个位置 哦 已经知道问题了 看到那个中间有一个滑痕了没有 估计的话就是那边开裂了 先把倒风把拿掉 现在在这个下面就能看到这边有点裂缝 说明从上面开裂一路开到这个中间了 开高一点 你们看到吧 就在这个位置 开裂了 这里其实是一个水槽的 到这里开裂了 这个水就从这边流下去了 风能拿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彻底一点 就在这个位置啊 空调垫拔掉 空调垫拔掉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拿掉 然后从这个缝隙里面加点浇水 给它沾住 现在我们用这两种浇水来补一下 一个是固定作用 一个是防水作用 先把这个接水槽给拆下来 先把这个接水槽给拆下来 然后把这边装给它清理一下 上面也给它清理一下 从这个上面看更清楚 就这里一个缝隙 就这里一个缝隙 现在把这个旁边给它清理一下 直接用浇水滴下去 然后把它放一边 塗 它是一块 它是很厉害的 它这个达到这边 里面已经炸一边 现在已经固定足了 可以加点这种胶 稍微给它抹平一点 这里也加一点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电落铁把这个风气全烫一下 然后再用浇水沾一下也可以 其实像这个问题 有可能就是这个蒸方器上面的一个铁片 然后碰到塑料了 经常磨啊磨的 把这个磨了一条缝 从上面磨掉缝 然后慢慢的开到下面去了 看到吧 这里有个铁片 正好安装的时候 装在这个位置 卡在这个位置 现在把茄子 把这边弄弯掉 不要这么直 好 这个铁片给我拿掉了 现在这个胶水有点干了 这壳子我们可以先装起来 不过先不要实用 像这个胶水还没干 所以说最好等个一天左右再开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个原因 遭到了对吧 哼 好了 搞定 那么我们先用这个电话